好了,我们现在开始,首先我们继续讲运用神属性讲道法,讲出神的属性,属性是祂的本性,然后祂的恩典,两方面都有的,这个是讲道法。 首先我用一个比喻,一个比喻在生活中的时候被恩典推动和被律法推动的分别,很多人从小的时候都是,你要做什么,你要乖,你要听话,你要做什么,都是你要做什么,所以很多孩子长大的时候觉得父母很啰嗦,常常都说你要做什么,你要做什么, 他们觉得很困难,就是总是要做某些事情,但你发觉人在恋爱的时候,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恋爱,自由的恋爱,当你看到对方的时候,对方很喜欢你,你也很喜欢对方,然后你做什么好的事在他身上,他做很喜欢的时候, 你就会觉得很有动力,很有动力对他好,因为你看到这个人对你很好,他每一样事情他所做的都是对你很好的,你就会觉得,我很有动力,很自动的去对他好,或者是如果有机会打电话的话,你会找机会去打电话,与他沟通,这个是恋爱的人的情况。 也很容易容易饶恕对方啊,接纳对方啊,但很多时候结婚之后就不同了,为什么呢?结婚之后就有很多责任, 但很多人是没有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,总是要做什么,要做什么,就是说,你没有洗衣服啊,你没有洗碗啊,洗碗不干净啊,你没有将衣服放好啊,你们在婚姻里面可能有很多这些经历,都是说,你没有做什么,你要做什么,你要做什么,慢慢,长时间的时候,你就会觉得, 好像结婚了,就是总是要做什么,变成一种压力。我们信耶稣的时候,起初的时候,很多人都经历到神的平安,都会觉得很好,因为,啊, 能够经历到神的平安啊,神的爱啊,赞美主的时候,很轻松啊,很感动啊,就觉得非常的好。 啊,但信了耶稣后来又说,你要做什么,你要祷告,你要读圣经,你要悔改,你要尊重神,这些都是对的,没有问题,律法是对的,问题是,律法是不是动力,如果你律法是动力的话,你就说,啊,我已经信了耶稣了,从今以后,我要做什么,做,啊,啊, 祷告啊,尊重神啊,读圣经啊,啊,离开罪啊,啊,传福音啊,都是很多的责任,而且做得不好的时候,就会觉得内疚,觉得有自我的自责,啊,对别人也说,啊,你没有祷告,你没有悔改,所以你做得不好,这样的话,与神的关系就变为一种压力,一种责任,的确是有责任, 我的确是有这个责任感,所以我不想停止侍奉,直到我离世的一分钟,如果在离世的时候,一分钟我见到有人,我也会,有能力的话,我会祝福他,但重点是这样的,好像你在恋爱的时候,这种动力,有一些种动力,其实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动力的, 在彼得后述一张四节,这里讲到,他一张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,是给我们,叫我们寄托灵,世上从前遇来的败坏,就得与神的心情有份, 这个是神的心情,我们与神的心情有份,神的心情是充满爱,充满怜悯,充满接纳,他的心情是最美好的, 我们看到耶稣与人相处的时候,他给门徒都是很多的鼓励,让他们看到,我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做,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,都是给他们很多应许, 你离福音的时候,我就常与你们同在,直到世界的末了,都是很多的应许的,他的心情是极度的美好, 他说,我心里游和谦卑,耶稣的心里是极度的游和谦卑,很温柔,很谦卑,他的心情是极度美好, 但很多事物的时候就变为责任,有些时候会极竇,就没有耐心,因为就是觉得很多要做的,做不完的工作, 就做了手,就不能享受,其实耶稣是给我们动力去享受的,因为他说,你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,都不能不得赏赐,最小的事情, 做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,都不能不得赏赐,就是做最小的事情,神也喜悦,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,我们就说,原来神是这样喜欢我们为神做的一切,他都很喜欢的, 所以我可以做的喜乐,我祷告亲近神的时候,他很喜悦的,我亲近他,他就亲近我,我住在他里面,他也必定住在我的里面, 他就叫我接果子,所以神是怎么样的,神是常常用他的应许鼓励我们的,他里面的心情是极度美好, 他给我们无限的动力,但很多人,因为他们从小的时候都是,父母对他说,老师对他说,你要做工,你要读书,你要做什么,你要做什么,你要乖,你要听话, 你不能做错,做错事,都是要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, 所以他们用这一套来解释圣经,说的总是说,你要祷告,你要读圣经,我会怎样说的,我鼓励人祷告的时候,我会这样说的, 神看到有人祷告,他很喜欢你,你听见他,他有很多恩典预备赐给你, 当你祷告的时候,他就侧耳而听,他就来到你旁边,他就祝福你,他就感动你,他就赐你平安,轻松力量, 所以很多恩典预备都觉得很平安,很轻松,很喜乐,因为神就临在,神就会随时随地临到我们身上, 这是我鼓励人祷告的方法,就是说,神很多恩典想赐给你, 我鼓励人,侍奉神,我会这样说的, 你所有的工作有一天都要过去,你做很多工作,你赚很多钱, 你照顾孩子,所有一切都要过去, 但你为神做的,最小的事情,就是一杯两水,神都纪念, 而且,他知道你侍奉他,他就尊重你,耶稣说,若让人服侍我,我父必尊重他,神就看重他, 所以,圣经吩咐我们做的事情,他都是有很多的应许的, 他应许我们,他会祝福我们的, 所以,我们希望我们都明白,神的心情非常美好, 我想问一问你,在你周围,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, 他们的心情很美好的,有没有看到, 有没有一些基督徒啊, 他们的生命很美好的,有没有见过, 有没有见过,你见过的时候, 会不会觉得很喜欢这个人呢, 他的心情这么美好, 我想说,神的心情比所有人更好, 所以我们说,神啊,我要让人知道你的美善, 你的心情,你的特别的地方, 然后,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,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, 是有均正的祭司, 是圣洁的国度,是属神的子民, 要叫你们圣洁, 那叫你们出黑暗,入其光明,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,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, 要我们圣洁什么呢? 圣洁,叫我们出黑暗,入其妙光明者, 这个是神,神会叫我们离开黑暗, 进入其妙的光明, 光明,他的美德, 美德是什么? 他的作为,他的恩典对我们做的, 恩典是什么呢? 通常你说恩典的时候, 神对我们做的, 这句话都有神和我们, 神帮助我们, 神爱我们,神关心我们, 神加力量给我们, 我想说, 你们不需要每句话都写下来, 这你写的,不要操, 因为这个内容, 如果你有电脑, 可以放在你的电脑, 但你写的是有什么特别的感动, 你写这个, 否则你就不能集中的, 你写下一些重点, 好了, 这里说什么了? 我们是宣然神的美好的作为, 他的美德, 但很多是宣然什么呢? 你要祷告, 你要服侍神, 你要悔改, 你要真从神, 都是说你要做什么, 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做的, 都应该做的, 要是说凡我所吩咐的, 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, 但他总有应许,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, 直到世界的末年, 我就与你们同在, 所以我们是宣然神的美德, 神的美德有什么呢? 他的美好的恩典, 上面有的, 他的救恩, 他救我们, 是极大的恩典了, 救我们脱离地狱, 能够进入天堂, 神的儿女, 有爱, 有接纳, 有怜悯, 他怜悯我们, 我们软弱的时候,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, 他怜悯我们, 安慰我们的心, 陪伴我们, 更新我们的生命, 很重要的, 他将一个新的性情, 放在我们的里面, 也感动我们, 带领我们, 带领我们的路, 对我们说话, 有些人听到神说的话, 这个老师常常听到神对他说话, 我告诉你, 我听不到这些话, 但我领受到神带领我怎样教导, 神会带领我怎样教导, 但我没有听到声音的, 这个就好像在我里面推动的, 因为圣经里面说,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, 你们立即行事,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,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, 他在我们心中运行, 为要叫我们, 我们立即行事, 你立即去做, 行出来, 如果你是听见神的话, 都是从神来的, 但有些人犯罪, 他们的立即行事, 都从他们的情欲来的, 但如果我们被神的灵充满, 常常爱慕神, 尊重神的话, 我们立即行事, 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,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, 所以他带领我们, 陪伴我们, 我们祷告, 你可以感受一种平安的, 我没劲, 赞美主, 神的平安, 神的喜乐就来, 马上来的, 你也可以这样的, 你越来越, 尽力神的平安, 神的同在的, 然后保护, 祂保护我们, 祝福我们, 供应我们的训练, 是按赐能力, 教导我们训练, 我们赐机会去, 发挥生命和侍奉, 我感谢神, 神给我机会, 去侍奉神, 这是极美好的, 也有奇妙的极画, 十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说, 你所定的日子, 我尚未度于日, 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, 我们所有, 每一天都写在天上的册上, 神写的是什么呢? 这个人很失败, 他做什么都做得不好, 没有人喜欢他, 他是一个失败者, 是不是这样呢? 不会的, 他写的都是我们的生命, 很高度的发挥, 很多人的生命是浪费的, 很多人生命, 也有很多人生命, 就是赚钱, 总是赚钱, 就是为了生活, 生命是不是但是为了生活了? 当我们有神的时候, 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的目的, 这个神有奇妙的计划, 这个奇妙的计划, 当我们亲见神就会进入这个计划, 每一个人都有, 每一个都有, 你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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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个都有, 当你亲见神将身体现上当作活气,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, 只要信义更新而变化, 就能查验神的善良, 存全和喜悦的计意, 你就能够开始查验神的计意, 神的完美的计意, 当你越正宠, 就越进入这个计划, 我感谢神, 我看到我的一生, 我看到神很多方面的安排, 都是奇妙的计划, 是极度奇妙的, 所以我想到神, 我就很喜欢神了, 神真美好, 神创造的万物都很美丽, 神创造的食物都很美好, 神创造的生命很美好, 神创造的身体很美好, 神创造的万物很美丽, 神的圣灵在我心中工作很奇妙, 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非常奇妙, 每样都很美好, 所以我很喜欢神, 但我越喜欢神, 以神为乐, 祂就将我心里所求的都赐给我, 也将我成价地的高处, 这个是神应许的, 你就进入神最奇妙的计划, 很多人去到天堂, 他就发觉, 原来神为我预备这么奇妙的计划, 但我浪费了, 很多人是浪费了这个计划, 他们没有活出这个计划, 所以他们生命是很多失败, 我们反思一下, 有没有看到神的计划在你生命中, 神带领你, 有谁有看到神的一些计划呢, 请你举手, 有谁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些计划, 带领你的, 有的, 请你举手, 你看到的话, 我希望你说, 这个计划是不是最美好的计划, 还是还有更好的呢, 会不会有更好的计划呢? 其实有的, 但很多人是没有进入, 所以他们很多的失败, 很多的不开心, 但神的恩典, 如果你明白神的恩典, 有一天你去到天堂, 你就说, 哇, 原来神有这么多的恩典, 我只领受这么小, 但其实他有很多的恩典, 都没有领受, 很多人是这样的, 他们活得好像这个驴子, 那些驴嘛, 每一天都是做工牛啊, 每一天做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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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都是很, 就是很勤劳的, 都是辛苦的, 但神是想我们开心, 因为他说,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都不能喝的赏, 所以我可以开心, 这是恩典推动, 神早有预备, 神做所有工作, 要预备我的生命, 提升我的生命, 给我力量, 给我放下, 给我恩赐, 给我能力, 给我机会, 给我同工, 所有一切都配合, 你进入这个计划, 越来越提升, 被提升, 是不是很美好啊, 所以你看到就美好, 你就告诉人, 你跟从全部都是这样来去天堂, 你的每一天都可以蒙福, 你每一天有力量, 可以开心, 你的家庭生活可以很开心, 我刚才用这个比喻, 关于结婚之后, 很多人都与夫妻的关系都去吵架, 要做什么, 要做什么, 没有做什么, 我告诉你, 自从我经历圣灵充满, 1998年, 我知道神的美善, 我很享受神, 我很喜欢神, 我就, 我也珍惜我的生命, 我珍惜所有一切在我生命中所有的恩典, 我对我的太太是尽量每一方面都令她开心的, 每一样她都很开心, 她也很爱我, 我也很爱她, 所以我是享受的, 但很多西风神不能享受婚姻, 她就觉得她用时间的要对太太, 自己, 老公更好, 要她用时间, 但你用时间, 圣经说什么呢, 爱你的气节, 好像基督爱教会, 所以我们珍惜我们生命, 就善待所有人, 在你周围的人都会享受, 都开心, 我们的同工都很开心的, 他们自愿, 自愿来的, 很乐意来的, 有些要做工, 所以不能来, 有空的, 他们都很想来, 就是这种动力, 从神来的动力, 我也珍惜他们, 珍惜每个人, 我都珍惜你, 非常珍惜你,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失控神, 这样的话, 我们都是活在恩典之中, 是不是? 所以我们用恩典推动, 人就有动力, 你的生命可以高度的提升, 神会照顾你的一切, 不代表你不需要做工, 你是要做工, 但神会照顾你的一切的, 好了, 我们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?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, 无论是上去死,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, 照常显大, 我们的生活, 我们的行为, 我们的传道, 是叫基督在我身上, 教常显大, 彰显神的作为, 不是彰显你要做什么, 我们要吩咐人做什么, 但最重要是彰显基督, 彰显神的荣耀,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, 然后,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,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期加了,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,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, 就是说, 不再是我了,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, 让我的生命都彰显神的平安, 喜乐, 爱, 轻松, 当你越平安, 喜乐, 轻松, 有爱, 有怜悯, 我告诉你, 人会被你吸引, 就会说这个生命非常的美好, 我希望我们都是被这种生命影响, 被神的生命影响, 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, 叫我们的生命都变为非常的美好, 好了, 这里写出神的属性, 各方面的属性, 其实还有更多的, 这里只是一些, 属性什么意思呢? 就是他的本性, 这是他的本性, 是他是怎么样的, 这是他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有的本性, 暗点是他为我们做的, 所以是他对人做的, 属性是他的本性, 他是慈爱的, 圣洁的, 公义的, 怜悯人的, 喜乐的, 有些人以为神不是喜乐的, 他以为神是很严厉的, 圣经说,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,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, 主人是快乐的, 神是快乐的, 很多人华耶稣都不是华他很开心的样子, 但其实天堂是开心的, 是完美的, 有创意的, 他为我们为爱的人预备, 眼睛未曾看见, 耳朵未曾听见, 人是未曾想到的恩典, 你想也想不到神的恩典, 你想也想不到神为你预备的, 你想也想不到天堂是怎么美好, 这是神的创意, 他有美感的, 你看到所有神创造都是美丽的, 人很多的壮士都是根据神的创造的, 他有祝福人的心态, 有接纳人的心态, 无论有人怎样软弱, 怎样有罪, 他还是接纳, 当这个人悔改, 他马上祝福他, 而且是神感动他悔改, 他学己放下自己, 忘记自己, 放下自己去祝福我们, 他是全能的, 凡事都能, 你爱他, 他就能够做奇妙的事情, 他就能够凡事帮助你, 我告诉你, 我谈情是舍了一年, 但神给我智慧, 聪明怎样谈得更好, 有很多谈的, 我的方法都是没有人教导我的, 是神教导我的, 有些人觉得这个不可能的, 怎么会是神, 神怎样能够教导人弹琴呢, 那你说, 我过去求神带领可不可以啊, 有可能的, 我们需要学习, 但神会帮助我们更进步, 讲到我也需要学习, 但神帮助我更进步, 感谢主, 你可以留意我的表达的方法, 我的言语的方法, 说的方法, 我很多重点的字, 有不同的声音, 有不同的速度, 有些时候会停止一下, 会慢一些, 有些时候会快一点, 不同的方法表达, 不同的声音表达, 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, 你可以留意我的讲道, 留意怎样可以讲的时候, 声音是有力量的, 而且可以是游和的, 哈利路亚, 他是全能凡事都能的, 他能同时完美地做, 无限量的事情, 他能够帮助我, 帮助你, 帮助他, 帮助所有人, 同时帮助, 同时保持这个世界, 所有运作, 他都能够保持, 这个是他的全能, 他是全知的, 他知道你的内心, 到底有多爱他, 他知道你爱他, 他就为你预备, 你眼睛未尘看见的恩典, 他知道的, 有些人说爱主, 其实他不是很爱主的, 他是爱某些事情, 他爱去侍奉, 不是, 有些人爱侍奉, 不是爱神的, 他要做一些事情, 做得好, 不一定是很爱主的, 我们神知道, 你的心有多看重神, 多以神, 是不是以神为乐, 你的心中, 什么最重要, 是钱啊, 家庭啊, 或者是神啊, 他知道未来, 他知道我们将来是怎么样, 我们信靠他, 他就为你预备, 奇妙的道路, 我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故事, 我有很多很多奇妙的经历, 都是看到神的安排的, 他有无限量的智慧, 他创造我们身体, 我们的头脑, 这不奇妙, 他所有的作为, 在每个人身上, 都是奇妙的, 都是有智慧的, 神真的很美好, 他的属性, 所以我们要在讲到的时候, 从经文找出神的属性, 我其实会讲的, 明白人的内心, 他明白我们的内心, 他有能力更新人, 有些赞美主就改变了, 你如果我们有神的爱, 神的平安, 人听我们的话, 神的灵也会改变他们, 神的灵会推动他们, 神也是富足的, 他有所有的资源都是他的, 他拥有所有的权柄, 所有权柄都属于他, 他有权柄管理我们的生命, 也照顾我们的生命, 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, 没有人能够抢夺神的恩典, 他有无限量的资源和恩赐, 能计划和管理整个宇宙, 所有一切他都能够计划和管理, 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历程, 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, 都在他的计划里面的, 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很美善, 好了, 神的恩典, 神的恩典有什么呢? 他的救恩, 救我们, 爱我们, 接纳我们, 你们拍照片的时候, 打横, 打横开, 对, 主耶稣为我们定时下, 其他极大的恩典, 圣灵感动我们, 他会带领我们, 感动我们, 然后感动我们悔改, 信主和成长, 他怎样带领我们改变, 然后圣经的应许, 很多的应许, 应许到我们, 遵从神的时候, 你就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, 你所做的永恒的, 是永恒的, 他在我们生命中, 安排这个奇妙的计划, 也赐给我们喜乐, 其实神想将喜乐赐给所有人, 所以当很多人, 亲近神都有喜乐, 但很多基督徒没有喜乐, 为什么呢? 他用人的眼光, 说我做的不够好, 所以他总去看, 我做的不够好, 不够好, 所以他里面都去看到不够好的地方, 所以没有喜乐, 但耶稣不是等我们, 做的最完美, 他才喜乐的, 他说一杯凉水, 给一个小姐都不能不得赏赐, 所以他就喜乐, 但当然我们不会停止在一杯凉水, 但你们做什么好的事情, 神都喜乐, 所以我们就喜乐了, 神喜乐, 我也喜乐, 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, 感谢主, 哈利路呀, 我们数算神的恩典, 就可以整天都喜乐了, 而且神赐给我们圣灵的果子, 有神的生命流露出来, 也带领我们, 保护我们, 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生命的机会, 给我们动力, 有力量, 有机会, 有恩赐, 有教会, 也是神的恩典的, 有基督徒在我们周围, 有教务, 同共有弟兄姐妹的帮助, 神也喜悦我们好行为, 有今生来生的赏赐, 每一样事情, 我们为神做的, 都有永恒的赏赐, 你想一想, 为神做的, 刚才他们为我们预备食物, 是为了神的工作, 神都纪念, 每一次预备这些食物, 神都纪念, 为神做的, 都有永恒的赏赐, 我们帮助人的灵命, 都有永恒的赏赐, 所以我们可以很喜乐地, 侍奉神, 因为我们做什么神都喜乐的, 而且将来有新天, 新地, 新天, 新地, 所有从头到尾都有神的恩典, 祂是创始承重的耶稣, 从头开始到永恒,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, 在神的里面可以放心, 所以祂的恶是容易的, 祂的胆子是精神的, 因为祂照顾一切, 但很多人要用自己的方法, 用律法的方法, 所以很重, 胆子很重, 祂自己胆, 但其实耶稣说, 是我的恶, 我的恶, 是容易我的胆子, 祂要胆我的胆子, 我胆我的胆子, 祢跟从我就可以了, 祢跟我一起胆就可以了, 好了, 有神的祝福, 不代表没有苦难, 但在苦难中, 也有神的恩典, 神会祝福的, 有苦难, 不要紧的, 不会死掉的, 好了, 这个神属性讲道法的, 我们提议的大纲, 的内容, 这个不代表, 不代表就是, 这个内容, 只有这些部分, 其实, 这个内容可以有更多的, 但这个内容是重要的, 每一点都根据这个主题有关系, 第一方面可以讲的, 这是人的在这方面的反面, 和正面的例子, 和原因, 例如, 如果这个主题是, 悔改离罪的话, 是讲道悔改离罪, 人的反面例子是,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犯罪的破坏性, 耶稣说不要再犯罪,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, 约翰福音武将去世界, 他们以为犯罪不要紧, 有些人以为骂我的家人没有问题, 但当他骂家人的时候, 他自己会受苦的, 因为他的家人会骂他, 这个家庭就吵架, 很难就随意的生活, 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就骂人, 这个是顺从情欲, 顺从情欲受败坏, 很多人没有想到的, 随意犯罪, 后果自己负责, 自己是受苦了, 很多人就没有处理生命, 随意的发露, 没有遵从神, 说谎话, 被这个色情的资料影响, 这个都是犯罪, 不知道这个破坏性, 所以我们需要让人知道这个破坏性, 这个是律法, 我们需要讲恩典, 也需要讲律法, 但动力是恩典, 你遵从神就很喜悦, 他就祝福你的生命, 整个生命就祝福到, 所以不代表我们正宗权是代表律法推动, 律法推动就是怎么样了, 你要离开罪, 否则有惩罚, 这个是对的, 但神有更多的动力, 动力是什么呢? 你遵从神就很喜悦了, 他就纪念你所有为神做的, 他就赏赐你, 他就提升你的生命, 你所建设的就是永恒的, 你所有的为神而做的都是永恒的, 这个是人的反面利息和正面的利息, 正面的利息是什么? 有些人离开罪, 尊重神, 他善待人, 对人都好, 关心人, 爱人, 传福音, 建立人的灵命, 神就很喜悦, 自己也很喜欢, 好了, 解续经文, 每个经文都解释, 这个启示录二章四十五节, 这里说, 耶稣说, 启示录七奉书信中的第一奉, 以福所的教会, 你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, 这个就是说, 悔改不但是, 神啊, 我有罪了, 神啊, 我有罪了, 求你赦为我, 不但是这样, 很多以为是这样, 这里说什么呢? 行起初所行的事, 做应该做的, 才是悔改, 悔改, 离开罪, 憎恨罪, 知道罪的破坏性, 然后神的属性和恩典, 这个是重点, 我们让人看到神的属性的美好, 祂是圣洁的, 有些人以为圣洁是很严厉, 他们不喜欢圣洁, 因为太严格了, 太难了, 但圣洁是美丽的, 为什么呢? 天堂是没有罪的, 是圣洁的, 天堂很美好啊, 那里没有人吵架, 天堂每个人都非常美好, 非常的接纳人, 其实有很多人去过天堂, 后来回到地上, 因为曾经有人死过, 然后去过天堂, 回来在网上, 我们可以看到的, 然后我也认识有些, 有两个是我为他祷告, 后来他经历圣灵, 他祷告多次的去到天堂, 然后他们讲到天堂里面充满接纳, 充满爱, 在天堂见到的人和耶稣都高度的接纳他们, 很喜欢他们, 天堂就是这么美丽的, 圣洁是很美丽, 如果你的家庭是没有吵架, 比起相爱的话, 是很美丽的, 所以圣洁是美丽的, 神是美丽的, 祂是完全的圣洁的, 所以我们追求我们的圣灵是圣洁的, 都是爱人, 都是关心人, 都是尊重神, 都是离开所有的罪, 有犯什么罪就求神圣灵, 整个生命都是祝福人的话, 你的生命就是美好的, 好的, 然后, 神是圣洁, 圣洁是美丽, 这是属性, 祂的本性, 讲到神就是圣洁的美丽, 然后后面的是恩典, 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是恩典, 圣灵感动人去罪, 祂会带领我们回改, 祂赐力量给我们去对付罪, 凡是恩典, 你这样看, 神要有人, 神怎样帮助我们, 神感动我们, 神赐力量给我们, 神帮助我们, 神欣赏我们, 神赏赐我们, 都是有神, 有我们, 都是帮助我们的, 祝福我们, 就是恩典, 你就会明白, 律法是我们要做的, 第一, 另外律法, 有神的警告和惩罚, 这些是律法, 律法有两种, 一种是我们尊重的, 爱神, 爱人, 传福音, 这是律法, 同时也有神的惩罚, 神的警告, 神赐力量给我们对付罪, 帮助我们悔改, 离开罪, 当我们离开罪, 神就喊喜悦, 就提升我们的生命了, 这就会给人动力去悔改, 离罪, 因为有些, 帮助信徒悔改, 离罪, 他们怎样说的, 你要悔改啊, 你不要犯罪啊, 你犯罪神就不喜悦了, 神要惩罚你了, 你的生命就有很多问题了, 这些都是对的, 但如果用恩典去说, 你尊重神, 你悔改, 神喜悦你, 你的生命就变得很美丽了, 神就将你的生命提升, 祂就喜悦你, 祂就为你做伟大的事情了, 这样的话, 他们就会有动力去爱神, 离开罪, 要提醒和警告, 就是说, 神从前欲杀种的, 必从前欲受坏坏, 而且罪给魔鬼留地步, 他就来偷窃, 杀害毁坏, 这个是律法的警告和提醒, 然后如何, 这个很重要, 如何讲出人怎样处理这个问题, 深深地相信, 罪会破坏人的生命, 真心悔改, 憎恨罪, 因为罪会破坏, 很多人悔改, 但没有憎恨罪, 对不起啊神啊, 我骂我的老公老婆啊, 但他没有憎恨罪, 他骂他的老公老婆, 没有憎恨这个罪, 这个罪是很有破坏性的, 魔鬼使用吵架, 破坏很多基督徒和传道人的家庭, 就是因为吵架, 罪有破坏性的, 所以我们憎恨罪, 所有罪都不好的, 因为罪会破坏, 也了解自己被引诱的过程和软弱, 你留意到我写这个, 如何是尽量细节的说出, 怎样处理生命, 怎样离开罪, 怎样对付罪的, 了解自己被引诱的过程和软弱, 然后怎样亲近神有力量, 也珍惜自己的生命, 我很珍惜我的生命, 我感谢神的, 自从我经历圣灵充满, 我发觉我的适风很大的提升, 我祷告会随时有平安喜乐, 我的灵命提升, 适风提升, 我曾经为很多很多人祷告, 很多很多人经历圣灵, 也提升不少人进入适风, 我觉得很美好, 我不要魔鬼偷窃我的生命, 所以我是很小心的, 有任何做错, 我就会, 罪的意念我马上处理, 在里面处理的, 马上处理, 因为任何地方, 如果有人提醒我, 我的太太有些手提醒我, 我就留意, 不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, 不要犯任何的罪, 所以我珍惜我的生命是很重要的, 憎恨罪, 当有罪的意念用得胜五部曲处理, 这个是神给我的教导, 得胜五部曲, 你可以写上来, 第一, 留意, 有罪的意念或者是负面的思想, 负面的情绪, 留意, 第二, 破坏性, 必有破坏性, 任何的罪, 必有破坏性, 第三, 圣经说什么, 圣经教导什么, 第四, 祷告求神圣满, 求神给力量, 第五, 选择圣服, 我用这个例子, 如果有人说一些话, 令我不开心, 说一句话, 冒犯我, 我里面可能会有一些, 露气, 可能会有一些, 轻看他的感觉在里面, 我留意到了, 我留意到我有露气, 其实很多人都有露气, 但很多人会讲, 就说了, 他这么不好, 我放入去应该的, 我骂他是应该的, 很多人不觉得犯罪, 骂人有什么不好, 耶稣说什么呢, 反而骂弟兄是拉架的, 难免地狱的火, 所以神不喜悦的, 骂人是蠢财, 这个拉架的意思是蠢财, 你骂人是蠢财, 难免地狱的火, 当我留意到, 我记得有破坏性, 圣经说什么呢, 用柔和的方法, 去用爱心说成熟话, 然后祷告求神给我力量, 赦免我的罪, 然后选择顺服, 怎样选择呢,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的, 我骂他后果更不好, 破坏关系, 我骂他他未必改变, 我骂他我失去好的见证, 我骂他也破坏我的生命, 也令其他人会觉得我是容易发露, 就影响我的失丰, 所以我这里面就会说, 不需要骂他, 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, 他有问题, 我不需要背负他的问题, 我不需要发露, 是他的问题, 为什么要发露, 他有罪, 我不需要犯罪, 他有罪是他的问题, 但我会求神给我机会怎样, 游和谦卑地引导他, 帮助他, 这个是我选择的, 但我告诉你, 我认识的人大部分都是, 见到有人不好, 就马上骂人, 没有想一想, 没有留意到, 我感谢神给我这个得胜无取, 然后这个有一个简单的得胜上不取, 留意到, 马上祷告, 求神圣免, 我给力量, 第三, 就选择顺服, 处理里面的罪,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, 如果有男性看到手机上, 手机常常会传一些美女的照片, 或者是一些影片, 有些人就说, 没有人看, 我就多看了, 或者是在路上看到美女, 就会, 就马上被吸引了, 但如果我知道这个有破坏性, 我就求神圣免, 求神加力量, 然后在里面就说, 我里面有淫念, 有不好的意念, 神不喜悦, 神就不会大大的充满我, 我的生命就不能进入极高的计划, 我就会破坏神给我的计划, 有一天在天堂, 耶稣说, 你常常看到这些美女的照片, 你都要淫念, 你就里面有犯剑淫, 或者是你行动上犯剑淫, 所以你不能进入我的计划, 你就会很后悔, 所以我就说, 何必这样做呢? 我就马上处理, 说不需要想这些放手, 想着神的美善, 赞美主哈利路亚, 我就选择处理了, 在里面无论是什么, 不公平的东西, 有些说不公平, 有人对我们不公平, 有人说很大陆, 不公平, 越大陆越不公平, 但如果我们用柔和的方法处理, 神喜悦的时候, 神就会将加倍的暗点赐给我, 所以我不需要争取公平, 不要紧, 在神里面有公平, 在世界上, 其实没有完美的公平的, 这个世界上没有, 好了, 你们看这个大纲, 每一个部分都与这个主题有关的, 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, 都与悔改离罪有关的, 写续经文, 然后神的属性和恩典, 都是关于罪方面的, 不是关于其他事情的, 不是关于神的创造的奇妙, 神的, 祂的能力, 不是这些方面, 而是关于罪的, 处理罪的, 提醒, 提醒关于罪, 罪的破坏性, 如何, 如何, 怎样处理罪, 这个是关于这个罪的, 挑战是什么, 挑战就是,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想一想, 我们有什么罪, 可不可以放下来, 你相信这些罪有破坏性吗, 如果你相信有破坏性, 能不能够悔改说, 神啊, 我要离开这个罪, 我要选择顺服神, 神就喜悦, 你选择离开罪, 神就喊喜悦, 马上就祝福你了, 这样的话, 我们就去整个主题, 都去鼓励人, 去悔改, 离开罪, 没有, 这个讲到有些人是走来走去的, 讲很多, 不是没有关系的, 但整个过程都是, 目的要改变人去悔改, 去珍重神, 但有些部分, 你不需要写一二三四五, 就是你知道内容里面, 最重要是什么了, 最重要是神的属性和恩典, 然后如何, 这两点最重要, 根据是提醒和警告, 这个是警告人犯罪的破坏性, 这个我们知道, 每一篇道都讲出神的属性和恩典, 然后如何处理, 也讲出这个破坏性, 好的, 这个是让我们看到, 对于有些人相信神的恩典, 和相信罪的破坏性, 我们讲得到是怎样, 然后对于不悔改的人是怎么样, 其实你们可以用拍照片的方法, 这个是好的, 拍照片的方法, 你就可以不用抄写这么多了, 这个左边是什么人呢, 就是他相信神的恩典, 例如, 我自己, 我是被神的爱, 激励推动的, 我很乐意适奉神, 我免费的适奉神, 我带着我们的, 我有一个宣教机构的奉献, 去适奉神, 我适奉的时候, 我在我的家, 也是免医务的, 为什么? 因为神供应我的需要, 所以我没有取任何的薪水, 我不是说你不能取薪水, 但我是没有, 完全没有的, 我是被神的爱激励, 去服侍神, 我也知道罪的破坏性, 对于这样的人, 你不需要讲很多警告, 例如, 我不是整天对自己说, 我犯罪就会很严重的后果, 我知道我有这个警告, 但这个警告是比较小的, 因为主要是, 这个动力是神的恩典, 和我珍惜我的生命, 我的生命很宝贵, 我看到神的恩典, 所以这个是我主要的动力, 然后这个也是律法, 这个正宠的动力, 正宠, 我正宠神是律法, 动力是恩典, 也讲怎样正宠, 就是说, 主要我们是恩典推动, 但也会讲正宠, 但正宠的动力是恩典, 有警告, 但这个警告不需要很多, 例如, 我不会整天对自己说, 犯罪就会有严重的后果, 我不会这样说, 因为我知道, 我心中相信罪的破坏性, 所以我不会随意犯罪的, 我留意到罪马上处理的, 好了, 对不悔改的人, 你会用更多的律法警告, 让他知道, 你知道吗, 你犯罪的时候有严重的后果, 你的生命就会破坏了, 神就不喜悦你的, 神不喜悦你, 神是掌管一切的, 他管教人手是痛苦的, 你们可以这样问他, 你有什么东西神可以拿走的? 什么东西? 神可以拿走, 如果神要管教你, 神如果拿走你的眼睛, 你怕不怕? 当然怕了, 眼睛, 好了, 一只小的手指, 可以承担吗? 所有头发了, 头发除掉, 或者是有什么病, 你能够承担吗? 神是掌管一切的, 我们不讨神的喜悦, 可能你的家庭吵架, 也许很痛苦的, 是不是? 所以需要有这个警告, 我就告诉人, 你能够承担神的惩罚吗? 神如果惩罚你的话, 很严重的, 但同时我们有恩典去鼓励他的, 为什么呢? 你告诉他, 他何必死亡呢? 神为你预备这么美好的恩典, 神要大大祝福你啊, 神要提升你的生命, 你不要活在最众之乐之中啊, 在最众的, 这个短暂的喜乐, 开心, 不去长久的, 没有什么意思的, 所以这个动力去神的恩典, 同时你也教导他尊重神, 但这个律法警告就比较多一些了, 但还是更多的恩典, 这里我是讲到, 你讲得到的恩典和律法的比例, 如果这群人都是尊重神的, 你不需要整天的警告, 你可以警告, 但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, 但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讲出神的恩典, 神的鼓励, 你怎样尊重神就喜乐了, 好的, 被律法推动的人, 就去在压力之下, 就是要做什么, 也没有喜乐, 但被神的恩典推动, 都是活在喜乐里面, 同时知道罪的破坏性, 我们就乐意地尊重神, 祈奉神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